这一档电子股 全年获利会大爆发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继续听下去 大家好 我是你的投资蛤蜊记 晏良 最近市场上最夯的消息 莫顾于我们的金元代工双雄 都传出涨价的消息 台积电 既然宣布涨价 而且一口气还涨了不少 那联电则是每一季都在涨 包括现在第四季 甚至每一季都在涨 因为半导体产业非常的火热 那看到台湾的金元双雄都在涨 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大厂 当然也更近 包括南韩的三星 以及美国的德宜等等 接下来的第四季 半导体产业一定会非常的火热 半导体产业本身就是 非常大的一个产业链 从上中下游 年代带起来非常多的产业跟个股 所以最重要的这一块 金元代工这三雄的业绩看竅 那也代表相关的产业链 上游下游等等 都会非常的受惠 未来资金也不会说只追逐 金元代工业者 当他发现这三大股票 买了差不多之后 资金就会扩散出去 往他的上中下游 去做寻找 举例来说 金元代工的上游是什么 除了半导体系金元这个材料之外 再就是于IP系制材 他掌握一些关键的制程计算里面 所以像金元代工业者 每做一片金元 可能要付给多少的权利金 这就是IP系制材 卖的就是他们的know how 专业知识 那指标股当然是3529的力旺 这样股票是千金股 上礼拜创下了历史新天价 1790块 非常的贵 都台积电的三倍了 再来呢 3661的世新KY 在上礼拜也重返了800元之上 未来可能也是会是一档千金股 那本身台积电和联电 他们自己也有公司 是切入这一块 像是台积电子公司 就是3443的创意 那联电子公司是3035的智原 实际上拿股票 他们的股价在最近的表现 也相对大盘来得强劲 不过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IP系制材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它也算是半导体相关里面 算比较偏向冷门的产业 会以大家很熟悉 下游的封装测试厂商 国内哈不拉当 至少10家以上 做封装测试的 但是有一块比较特别 这一块叫做半导体检测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上一集 分享的再生智原一样 切入的厂商不多 算是比较冷门的次产业 但是如果缺少了它 对于智原代工的生产 营运过程 也都受到明显的影响 那我们本集的主角呢 就是国内的半导体检测龙头 3587的鸿康 首先大家应该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半导体检测 半导体检测 一般我们大概分成三块 第一个是材料分析 第二个是故障分析 第三个是可靠性的分析 材料分析 顾名思义 就是把整个制程中 用到材料 来透过物理跟化学性质 去做一些检测 再把实验数据回馈到 它的客户上面 可以提供设计上 跟制程上的依据 像是各位知道 现在所有的半导体 为了突破摩尔定律 台积电不断在寻找 各种新型的材料 那这些的检测 当然就要靠专业的这些公司 透过实验室里面 来做数据的分析 所以这一块来讲 材料分析是所有在这一块里面 它的利润最高的 因为它有机会帮助所有的公司 在新产品上面做出更强大的突破 为了可能性能更强 更加稳定 甚至是大幅降低成本 这是最重要的 再来故障分析 顾名思义 一个东西故障 你要知道为什么故障吧 故障产品里面找出 究竟它是为什么而坏的 同时要避免它如何再次发生 帮助产品在制程上面进行 改进改良跟优化 就会增加整个良率的部分 好 最后可靠性分析 可靠性分析就是 你预期产品有销售之后 在使用寿命期间之内 会有多少比例是损坏的 比例来说你生产一个产品 保固期间是三年 希望这三年之内都不要坏 保固三年之后 当然就是你们家的事情 好 同时可以评估里面 保固期间里面 有多少比的退货 在财报上面去估算 有多少的 它是一个可能 销货的一个退货率 可以去计算 更精密的财务数字 所以这三个分析 在整个电子产业 或是相关产业里面 它都算是很基本的 就每一家都要做 只是看你给谁做而已 这每一块都要做 好 目前鸿康 在这三块的业绩分布 非常平均 最多的材料分析 百分之三十七 然后固单分析 百分之三十二 可靠分析 百分之三十一 都很平均 但是我们当然未来 希望它可以继续拉高 毛利率最高的材料分析 这一块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它是 怎么讲 成长性最高 而且它是 利润最高的一块 那鸿康呢 其实在台湾 设有实验室之外 包括对岸的中国 甚至是日本 它都设有 就近服务客户 如果全部都要送来台湾 当然你运送不管套船 靠飞机都要花点时间嘛 而且成本也拉高了 好 那它的客户其实包括了 像是IC设计 机缘代工 这些光电业者 面板等等 都是它的客户 我先讲一下 它的知名客户 您都听过 机缘代工双雄 大家毫无疑问嘛 在高通 辉达跟博通 每一家都 鼎鼎有名的大客户 所以代表它的技术 也非常到位 否则这些国际大厂 也不会找上它 那今年的最大成长动人 在于第一个 为了在日本社实验室 所以日本的车用晶片 检测订单 就是一块 所以它在日本社实验室 在中国对岸 现在在打自制晶片 虽然晶片的技术 是远不及台积电的 但是也是积极的自制晶片 所以晶片做完也要检测 再来是 VIXO VC SEL 垂直共振枪面色雷射 英文很好记 中文有点饶舌 像你之前苹果的 人力辨识 就需要靠到这一块 再来最重要的 第三代半导体 GAN 碳化夹 现在很多厂商都在积极的切入 因为它可能可以让你的产品的性能 大大的突破 那因为它是个新东西 新东西材料 通常在每一个商品上面 它都要经过新密的检测 以确保这个东西 重金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所以这一块 对岸也在积极的进行 所以 本身宏康在对岸的实验室 也会加强这一块的机台设备 就是为了去强攻 第三代半导体的商机 好 那讲了这么多 这么努力 浅解这么看好 重点是有没有反映在财报 如果这些产业前景好的 然后公司完全没受贿 那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产业前景之后 就来看究竟宏康的财报 非常漂亮 那根据最新的财务的显示 它的8月营收改写了历史次高 只比历史高点差一点点了 所以应该有机会在接下几个月创下新记录 那前8个月的营收年增了一成 宏康上半年每股1PS来到了4.21元 现在是4.21 各位知道去年多少吗 去年同期是2.05 2.05跟4.21足差一倍 所以各位不要看到它的营收成长不多 但是在毛利率大幅的提升之下 它的获利反而是较去年倍增 这才是厉害的地方吧 我觉得拼获利才是实际的 拼营收不算什么 我最近公司很特别是 营收成长不多 但是获利却是比去年年增一倍 那在下半年法年估出来了 下半年因为进入传统旺季 所以加上上半年加上下半年之后 加起来 指年度大概可以挑战9块钱 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这个数据应该也是历史新高了 国内的半导体检测龙头 3587红康 今年的获利会有一个大爆发性 产生前景也非常的看俏 我认为值得投资朋友 放进口袋名单里面 好好的做留意 本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要记得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 才可以得到最及时的讯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